5月17日 美国国会举行了50多年来首次UFO听证会 美方人员声称已经观察到 144起不明航空现象的存在 为此许多UFO爱好者都翘首以盼 此听证会会带来一抹惊喜 可是大会最终以至今仍无法定论为总结 还好美国国防部称 没有排除UFO是外星生命的可能性 据悉公众对UFO的关注最早始于1947年 1947年6月24日 一名叫肯尼斯·阿诺德的商人 在华盛顿附近驾驶私人小飞机时 看到9个白色碟状物体高速飞过雷尼尔山上空 他向地面塔台喊出了一句著名的 我看见了会飞的碟子 飞碟一词宣术占据了美国各大媒体的头条 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星期 7月4日晚间 在新墨西哥州的罗斯维尔市 成百上千名市民目睹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在暴风雨的夜空中从天而降 美国空军起先宣称发现不明飞行物残骸 随后立即改口称 只是实验热气球 引发了全美热议和哗然 这就是著名的罗斯维尔UFO坠落事件 罗斯维尔UFO坠落事件的发生 一时间 许多研究UFO的组织 如雨后春笋般 在美国各地涌现 其中以1952年 艾伯特·K·班德 所创立的国际飞碟研究社最为知名 1953年夏天 班德宣称 他已经找到了足够多的证据揭晓UFO的真面目 并准备在《太空评论》杂志的10月刊上 公布UFO的真相 然而当10月刊发布后 人们并没有看到所谓UFO的真相 而只是在杂志中发现一句 研究UFO的各位请务必小心谨慎的话 紧接着国际飞碟社莫名其妙地解散了 班德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对朋友和其他爱好者的询问也不做回复 直到几年之后 在一次地方小报的采访中 班德才透露 在杂志出版之前 有三个黑衣人来他家里找过他 据班德的描述 这些人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色些服 戴着墨镜 面无表情 不时用帽子遮脸 这些黑衣人的眼睛发着光 并且能够利用心灵感应跟他沟通 他们没有表明身份 却命令班德马上停止及销毁一切与外星相关的发现和研究 班德的文章并没有发表 而这些人却对他的研究的细节一清二楚 出于恐惧 班德答应了这些人 在黑衣人走后 班德感到自己似乎经受了某种精神创伤 连续很多天 睡眠和饮食都不正常 这就是有记载的第一起UFO爱好者遭遇黑衣人的事件 1986年11月17日 有一架日本航空的波音747货机从巴黎起飞 目的地是东京的成田机场 这架1628号班机的机师 思念贤寿是前战斗机飞行员 他具有超过1万小时的飞行经验 副机长则是腾龙县 而飞行工程师是电扇熊 这架1628号班机于下午5点11分时 行经阿拉斯加东部时 由于纬度极高 天空已经是漆黑一片了 机师思念贤寿 发现左前方突然出现两个不明飞行物 这两个不明飞行物 以极快的速度超过了飞机 停在飞机左前方大约一英里的地方 与飞机保持同速 一开始他推测是军用飞机 对方的速度与飞行路线都和他们的班机一致 机长立刻联系了地面管控中心 当时大约是5点18分 我是日本航空1628号航班 我们前方出现了两个不明飞行物体 想确认是否有任何飞机在我们附近 雷达上没有显示任何飞机在你们周围 而且这个时间点也不应该有任何飞机在你们周围 但是很快 管控中心联系机长 我们确实在你的6点钟方向发现了一个物体出现在你的后面 但并不在你周围 离你大概有5英里 他一直跟着你 机长又告诉地面 我用肉眼看到的是两个飞行物 这两个飞行物发出黄白色的耀眼光芒 他们始终在我们前方高速运动 由于地面管控中心 探测不到1628号航班前方有物体 于是他们立刻向军方询问 是否有军方飞机在附近 而美国空军确认说在该区域没有任何军方飞行任务 但是美国空军雷达上同样发现了1628号航班的后方确实是出现飞行物 就在机长与地面联系的时候 不明飞行物却慢慢地靠近飞机前方150米处 也就在这时 不明物体两侧向外喷射光芒 将整个机舱都照亮了 驾驶室里所有人都感到一股热浪袭来 这两个不明飞行物疑似配合着波音747货机的飞行速度 表现出无视惯性的行动 即使思念贤受 对于当时的情景是这样描述 对方就像无视重力存在 他们在加速后立刻停止前进 调整到与波音747货机相同的速度 对我们而言 他们仿佛像静止不动的 随后他们改变了方向 这些不明飞行物克服了重力 经过五分钟后 也就是下午5点23分13秒时 这两个不明飞行物突然向东移动 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以下 但是事情还没结束 大约过了五分钟 飞机的前面出现了两个蓝色的发光体 与之前不同 这一次的蓝色物体 一直保持相对静止的位置 随后开始靠近飞机 但是随着蓝色发光体的靠近 所有人都吓坏了 因为他们看到这两个蓝色发光体 其实是一个巨大飞行物的两端 机长目测他认为他的体积看上去 足足有两个航空母舰的两倍大 为了避免与他相撞 机长立刻要求改变路线 获准后立即转向 但是奇怪的是 这个不明飞行巨物也跟着转弯 继续跟随这飞机 根据雷达显示 巨型飞行物跟随航班长达14分钟 后来他从雷达上突然瞬间消失了 最后在下午6点20分 1628号班机顺利的降落在了阿拉斯加机场 降落后机长却被停飞 1980年12月25日的晚上 当时两名士兵约翰·巴勒斯和卡邦萨正在美国驻英国空军基地附近 执行巡逻任务 忽然发现蓝道山森林深处出现不明的亮光 这些亮光不断的变化颜色 他们怀疑可能有飞机坠毁 于是马上通知了指挥中心 几分钟之后 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吉姆·巴尼斯顿来到现场 并决定与这两名士兵一起前往查看 当他们走向光源的时候 无线电开始出现干扰 卡邦萨因为心理压力过大而退出了此次调查 余下两人则继续走向森林深处 他们寻着光源前进 并最终在蓝道山森林中的一处空地上 发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物体 根据潘尼斯顿的描述 这个物体具有三角形的构造 有三个类似支架的部件 目测高度为6.5英尺 宽度为10英尺 光线就是从其内部发出的 在该物体的表面 还有六个奇怪的符号 和远古十七人类的象形文字 有点相似 当潘尼斯顿接近这个不明物体时 明显感觉到周围空气中弥漫着静电 以至于他的头发都缩了起来 这时他感到有些害怕 但他还是壮着胆子伸手去触摸这个物体 意外的没有感到金属的冰冷感 而是像有温度的玻璃表面 然后他手指碰到了一些凸起的符号 瞬间感觉到时间突然停止了 像被包围在一片白光中 既听不见声音 也看不见任何东西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才恢复了视力 他依旧站在飞船边上 接着那不明物体忽然发出强烈的白光 并迅速升空 一瞬间就消失了 过后潘尼斯顿发现 飞船逗流处留下一个三角形凹痕 飞行物飞过和着陆时经过之处 树枝被折断 烧焦 后来 捐方人士以隔盖寄宿器调查发现 其停留处的放射性数据高于常态 当他们回到基地后 向上级详细的汇报了这件事 但是他们被要求对当晚的事情保密 然而事情还没结束 第二天晚上 这个UFO再次在蓝道山森林现身 而这回的目击者是基地的副指挥官 哈尔特上校 根据哈尔特的描述 当他带人赶到时 目击现场已有多名士兵 甚至有人拉起了警戒线 而UFO就在蓝道山森林里 不断地发出像太阳一样的红光 所有车辆和照明设备都出了故障 大家都乱成一团 过了不久 这个UFO忽然开始迅速移动 并在空中分解成五个独立的发光物体 然后消失了 然后 哈尔特等人很快就发现 空中出现了三个不明飞行物 它们散售着红 绿 蓝等颜色的光芒 其中的两个向北面飞去 而另一个则在该区域上空 盘旋了两个小时左右才飞离 而且这个不明飞行物 还向空军基地的武器库 发射不明光速 仿佛在探测什么东西 哈尔特还提到 这些UFO的速度极快 并可以做出人类飞行器 根本就无法做到的锐脚急转 还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发生在那曾触摸过飞船的潘尼斯顿身上 他事后才记起 当他用手指触摸那个飞行物的中间三角形的标志时 如同心电感应一般 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连串一和零的二位置序列 而这些数字像绕路他的大脑般 令他难以入睡 似乎要他非写下来不可 于是他只好坐下来 把那密码一一记录下来 但说也奇怪的是 当写完后 这些数字就在他的脑中消失 再也想不起来了 随后他向密码破译者求助 密码破译者深入研究后 认为密码传递的讯息是 人类探索 持续未行星前进 你的眼睛 起源年份8100 然而 潘尼斯顿在催眠状态下 却说出令人莫名其妙的话 他们是时间旅行者 他们是我们 他认为那天晚上在森林中 传送到他脑海的是一个来自未来的信息 而在蓝道山森林出现的不明飞行物 不是来自于另一个星球 而是来自于另一个时空 毫不意外的 英国国防部和美军都否认了这件事 认为这些士兵看到的东西可能是灯塔的光芒 或者是见到了流星 2008年 土耳其UFO太空研究中心主席汉克顿 公开了一份发生在土耳其小镇亚勤 亚曼的UFO事件影片 这次不仅捕捉到UFO的影像 而且还拍摄到飞船内的外星生物身影 画面让人无比震惊 这段影片是土耳其居民亚尔曼所拍摄的 当天他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一个不明亮点 随后他就用摄影机进行了拍摄 当他将画面放大以后 惊奇地发现 这个亮点并不是灯光或者星星 而是一个呈现出圆盘状的 发射出银色光芒的不明飞行物 此物静悄悄地悬浮在海面上 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似乎在观察着什么 为了确定自己所拍摄到的是什么 亚尔曼将影片拿去 土耳其UFO太空研究中心进行检测 经过研究后 研究中心的专家称 这是有史以来最清晰的UFO影像资料 UFO的轮廓质感非常清晰 而且影片中的不明飞行物光从外形看 就不属于人类也知的任何飞行器 如果放大以后仔细观察 还可以看到UFO的飞船舱门和天线 在中间的缺口处 还可以依稀看见两个人形的生物在活动 过后研究中心决定将这段影片公开 谁知影片已经发布 就立马引起了轰动和剧烈争论 最后研究中心将这段影像资料 送到国家科学技术研究理事会 和土耳其国家天文台进行鉴定 原本研究人员是想从原影片中 找出伪造的证据 但是经过大量的分析以后发现 最后研究人员给出了结论 就是影片是真实拍摄的 并非电脑合成 而且录像中出现的物体 具有物理与材料结构 但并非人类的飞行器 它是属于不明飞行物 不仅如此 来自智利的瓦尔德斯 经过研究四年后 给出一份更惊人的报告 他说他将原影片进行了特写放大 并使用滤镜增加场景的曝光 在不修改图像质量的情况下 提取尽可能多的数据 并逐针进行处理 最后瓦尔德斯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画面 在飞船缺口部分 居然真的出现了一个 疑似外星人的人形生物 并且在其中连续的几阵画面中 这个人形生物还出现了低头的动作 虽然影片放大后并不是很清楚 但是依然可以看出 这些生物绝不是静止不动的 在后来的竹针分析中 瓦尔德斯发现 这些不明生物似乎知道自己正在被拍摄 还时不时的朝摄影机的方向看过来 而在接下来的竹针分析中 瓦尔德斯发现 在飞船中 不只有一个人形生物 而是三个 前面的两个就是典型的外星人形象 大眼睛 尖脑袋 和一副瘦弱的身体 而最后面的生物 更像是昆虫一样的螳螂人 这三个生物的身影 在不断的移动 还有一个是躺着的 似乎被控制着 或者是受伤了 经过瓦尔德斯的分析 影片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似乎所有的证据都表明 这就是一起真实的FUFO目击事件 好了 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对我们的影片内容感兴趣 可以分享出去 并按下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那样影片更新时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谢谢啦